天文学家们在宇宙中发现了一些神秘的,看不见的巨大物体,而这些发现是通过一组脉冲星实现的。 没错,就是脉冲星。 当初脉冲星被发现时,还曾被怀疑与外星生命有关。 现在,这些神秘物体究竟是什么呢? 是行星吗? 参与这项发现的天文学家说,不要称它们为行星、宗矮星或暗物质,因为它们也不确定这些物体到底是什么。 脉冲星是由质量超过太阳八倍的恒星在生命终结时爆炸形成的。 当这种恒星爆炸成超新星时,剩下的核心如果质量超过太阳三倍,就会变成黑洞,如果质量小于三倍,就会变成中子星。 如果中子星高度磁化并快速旋转,会发出非常精确的脉冲信号,我们称之为脉冲星。 如果磁化程度更高,我们称之为磁星。 脉冲星最初是由乔斯林、贝尔发现的,当时给它们起名为小绿人,因为脉冲信号的精确度让人怀疑是由外星文明发出的。 后来我们才知道,脉冲星是由恒星演化而来的。 脉冲星非常重要,因为脉冲信号极其精确,被认为是宇宙中最好的时钟。 科学家们利用脉冲星进行各种研究,比如创建脉冲星计时阵列Pulsar Timing Array,用来检测引力波。 当宇宙中发生某些事件时,脉冲信号会出现提前或延迟,从而帮助我们检测这些事件。 最近,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,诺特丹大学教授约翰·卢科展示了一项令人惊叹的研究。 他利用65颗毫秒脉冲星数据,发现其中12颗脉冲星的脉冲信号出现了异常延迟。 这些脉冲星信号可能穿过了宇宙中巨大、神秘的物体。 它们可能是巨大的行星、宗矮星,甚至是暗物质团块。 当脉冲信号穿过这些物体时,会出现延迟。 约翰·卢科教授提醒大家,不要急于给物体命名,因为我们还不确定它们到底是什么。 这项研究非常重要,因为如果物体真的是暗物质团块, 那么我们将首次通过脉冲星检测到暗物质,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中的暗物质。